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是分析这个阶段 可以继续 你觉不觉得 你一定要跟我一起掌握 来去看这个分析的美 等一下我们在师范前 我们看那个动态 动态的一个动态的方式呈现 我真的觉得那实在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 第一组 不要再讲这个 好 你看到了什么 第一组 如果从2.2.3.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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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8.4.4.14.17.15.20' 成长率都在20%以上 显现的其实是能力的需求 太好了 各位 这位学长他所讲的是这个成长率 知道吗 他比的是这一个 跟这一个 可以吗 再呼应刚刚我们讲的这件事情 这样表解 那在统计图表上面要这样操作 好 他这位学长所讲的是说 2020年中国大陆 他的一个比例 然后变到这个地方 这个比例在上升 这也是等一下我要介绍那个瀑布图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这样子呈现 有没有看到 他比例这边有一条趋势线 他确实是在上升 但是你这边可能比较没办法去讲说 那是 多少升到 多少 好 那 这也是看瀑布图 看瀑布图 看这个缎带图 这张断带图其实已经很棒了 知道吗 知道吗 这在我们分析的时候 如果我是你的老板 我就会直接问你 第一名 第一名是发生在 成长比例发生最多的是在这个地方 那第二名呢 听得懂吗 就是这个的成长 当只能比中国大陆了 好 这个成长 这边 有看到吗 这边一定也很高 好 所以有 有些人的分析就会变成就是说 当今天有跳跃式的成长 请问值不值得我们来去分析这里面的一个差异 当然很值得 这样理解吗 我刚刚有跟你们讲过说 这边 这边从第二名变到第一名 这个日本从第一变到第二 发生在2012到2013 这个进口的主类跟子类 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 那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这个也是一个跳跃式的比例成长 这样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这个 这个 能够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 很不简单 好 那 我真的诚心的希望你们 要去懂 老板 就是你们的老板 就是你的主管他到底在想什么 听得懂吗 反正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同样一张图 你找越多的人去讨论 你会得到越多的资讯 好 因为刚刚 这个观念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好了 那一样问了三个 剩下你们自己回去 自己慢慢看 我们要来看 我们这样的分析其实不够 我刚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我们确实是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 就是 我们 刚刚点这个地方 确实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这边是有成长 然后 再来就是什么 南韩这边是有成长 然后以日本衰退 以美国衰退 最显著 那可是在钝带图这边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看到 就好是用两年的这样子的比 比 比说什么 因为刚好只有在这边产生交错 在这个地方产生交错 这就不好看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去讲 这两年间 这个交错 对吧 好 那刚刚 像刚刚 讲的 是在讲 这个地方的交错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这边当然很值得我们来讲 这边也值得我们来讲 然后 再来 那第一组的学长 是不是讲这个地方比例的改变 对不对 好 这都是很棒的事 那接下来